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,这种处事哲学其实很普遍,就像今年下周乌克兰发动全线反攻之前,有美媒不无忧虑地表示,如果乌克兰反攻失败或不顺利,亦或是俄罗斯人提前得到消息,故意把乌克兰军队网陷阱里应怎么办? 可以说喜欢操心的西方媒体,当时就提出了几乎所有可能性,不过乌克兰今天面临的困境,大概也是他们没想到的,为了支援乌克兰那规模庞大的反攻,北约各国以及不少非北约成员国,都快把自己的弹药库存消耗干净了,然而令他们最难接受的是,自6月乌军大规模反攻以来,俄乌战场局势的变化极其有限, 似乎那么多钱,那么多武器弹药都扔进了无底洞,连个水花都没看见,目前乌军精心策划组织的夏季攻势已经80多天,但其实际战果却有点惨不忍睹,在南线和东线战场,乌军仅收复了12个行政村和260多平方公里领土,同时乌军反攻行动已经确认有6.5万人阵亡,在伤亡人数合计超过16万人的情况下,乌军仅仅抵达了俄罗斯人, 乌军第一道防线,且扎波罗热战线的平均推进深度仅为8公里,值得注意的是,在距离阶段性作战目标,托克马克市区还有20公里的情况下,乌克兰军队已经在扎波罗热或顿涅茨克战场,动用了第九和第十军团的所有作战力量,甚至包括其总预备队,种种迹象表明,乌军已经孤注一掷,其结果不成功则成人, 在一片坠坠不安的氛围中,一向反无立场坚定的华盛顿邮报率先发难,8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,讨论美国现在如何看待俄乌重突,尽管在标题中表示乌克兰没有陷入僵局,但也没有突破险的客观中立, 但文章内容还使用比较隐晦的方式,表达了不少美国人对乌克兰的不满,当然美国官方不会这么承认的, 例如在得知华盛顿有高官对乌克兰表示悲观时,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立即反驳,称我们不认为冲突已陷入僵局,并表示乌克兰正在有条不紊,系统的夺回领土, 不过这也无法掩饰美国从政府到军方再到民间,都对乌克兰越来越难以遮掩的失望,之前有美军指挥官认为,乌克兰人事实上还是无法摆脱苏联陆军战术的影响,需要在战斗中消耗大量炮弹,据估计仅仅是155毫米炮弹一种弹药,乌军至今已打掉了约200万发,几乎耗尽了西方的库存。 在近期的罗布纪涅进攻战役中,乌军炮兵甚至对俄军阵地足足轰炸了四天四夜,事后美国官员不得不向基辅建议,把炮火集中在关键目标上,言下之意就是别把炮弹跟不要前世的乱打,毕竟美国这个地主家的余粮也不多了。 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,五角大楼还要求乌军减少对无人机的使用,要尽量依靠侦察兵,因为士兵在前线可以更好地评估俄军阵地。 美国这是将不把乌克兰人的命当命直接亮出来了,借口都懒得着。 要知道前几天还有乌军官兵抱怨,说北约的教官们对无人机不屑一顾,只信赖侦察兵带回来的情报,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作战计划。 越南战争因为美军使用了大量直升机,所以还有个别称叫直升机战争。 现在俄乌冲突中,双方都在使用无人机侦察、监视、打击和效果评估,已经变成无人机战争了。 尤其俄军自从柳叶刀无人机量产后,天天用这东西在前线附近巡视,看见乌军坦克装甲车,甚至只是步兵就撞上去。 五角大楼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,乌军本来就因为无人机头痛,现在还不让他们用,岂不是让乌克兰士兵等着被柳叶刀开膛破肚? 原因的话,五角大楼也隐晦地提到了,美军认为这些四周无人机主要是在中国制造的, 如果乌军持续而大量的使用无人机,不就是间接支持了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吗? 在中美因为贸易战互相制裁的时候,在华盛顿看来,乌克兰这种行为就是自敌。 至于乌克兰要求美国提供威力更大的武器,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,美国依然迟迟不同意。 除了担心乌克兰拿去打俄罗斯本土,导致战争升级外,美方也是因为看到炮弹几乎耗尽的教训,担心万一将来太平洋地区出现冲突,美国仓促之间可能连足够的导弹都拿不出来,所以至今不愿松口。 其实这些问题有一定道理,但不是真正的要害,一是美国确实快要拿不出什么可以支援的东西了,让主流媒体给乌克兰打打预防针,免得到时候脸红脖子粗不好看。 第二是美国大选年在即,华盛顿的政客们担心影响选票,毕竟这一年多打下来,民主党政府挖走那么多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,供乌克兰打仗,结果乌克兰交出一份不合格的成绩单也就罢了。 还继续伸手要钱要枪,再好的脾气也经不住,事实也是如此,整个西方都因为支援乌克兰这个无底洞怨声载道。 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体现,将来恐怕还有更多的互相推诿和指责,翻脸不认人也不是不可能。 近期美国多家媒体披露,美国先后向乌克兰提供超过66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 乌克兰已经成为二战以来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,这也证明了拜登为了让乌克兰持续消耗俄罗斯的疯狂和不留余地。 但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日期临近,乌克兰反攻的拉垮,以及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失达不到预期,拜登迫切了的需要结束俄乌冲突,否则俄乌冲突将成为共和党抨击拜登的主要借口。 目前共和党票数遥遥领先的是特朗普,他一直强烈反对美国通过乌克兰发动代理人战争,并明确表态,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,他将在当晚致电普京和泽连斯基,并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争。 以特朗普的形式风格,他绝对能干出这种事情,事实上打退唐古的不仅仅只有美国,北约方面的态度也非常消极。 北约秘书长的亲信曾公开表态,乌克兰应该割让部分领土给俄罗斯,然后北约接纳乌克兰,虽然事后回应称,这是他的个人观点,但明眼人都清楚,这其实就是北约对待俄乌冲突的真实现状。 这其实也是在告诉乌克兰,北约会继续支持乌克兰,但这并不是无限制的,乌克兰已经没有更进一步的希望,所以泽连斯基政府应该考虑和谈的时机,或者做好和谈的准备。 当然这是对乌克兰的通告,而不是商量,乌克兰只是美国以及北约组织的棋子,他没有任何决断的权利,西方国家的援武热情早已衰退,想要退出了。 美国对乌克兰投入了662亿美元,但美国早就回本了,不论是打着军援的借口,包揽了整个欧洲国家的军事订单,还是拱火战争鼓造俄罗斯威胁论,借机兜售武器,都让美国赚得盆满钵满。 就算是乌克兰,美国也没有放弃炸弹它的价值。 美国投资巨头贝莱德与乌克兰日前成立了所谓的乌克兰发展基金,免费接手乌克兰全部国企。 作为代价,这些领域所面临的债务将由贝莱德自行承担。 捧次的是,这些领域的债主实际上还是美西方自己、美国兜兜转转的一圈。 通过最小的代价,将乌克兰变成了美国乌克兰州,赚够了,自然就要全身而退了。 简而言之,美国和北约的退缩,可以看作是俄乌战争结束的曙光。 因为对美西方军援高度依赖的乌克兰,失去了支持,对阵俄军事撑不了几天的。 所以说乌克兰的失败已成定局。